金平梅 第九十一回 梦玉楼 爱嫁李衙内 李衙内 怒打玉沙尔 幽兔笑谈 制作 诗曰 电展相闻 浪玉生 幽怀自感 梦难成 以床圣诀 天风卫 开护修江 戴月明 你欠风眉 传蜜意 南江萤火 照离情 遥连之女 家妻近 时看银河 挤取恒 话说 一日 陈静记听见薛嫂儿说之孙雪罗之事 这陈静记乘着这个根由 就如此这般 使薛嫂儿往西门庆家 对月娘说 薛嫂只得见月娘 说 陈姑父在外声言发话 说不要大姐 要写状子 巡抚 巡暗处告示 说老爹在日 收着他父亲寄放的许多金银香龙细软之物 这月娘 一来 因孙雪娥被来望儿到彩拐去 二者又是来阿尔小厮走了 三者家人来兴媳妇 慧秀又死了 刚打发出去 家中正七十八世 听见薛嫂儿来说此话 唬得慌了手脚 连忙顾轿子 打发大姐家去 但是大姐床连香厨陪嫁之物 交代安顾人 都抬送到陈静几家 静记说 这是她随身嫁我的床帐庄帘 还有我家寄放的细软金银香龙 须所还我 薛嫂道 你大丈夫说来 当初丈人在时 只收下这个床帘嫁妆 并没见你别的香龙 静记又要使女元宵儿 薛嫂儿和代安儿来对月娘说 月娘不肯把元宵于她 说 这丫头是礼娇儿房忠实的 如今留着晚早看歌儿里 把中秋儿打发将来 说 元室买了服侍大姐的 这静记又不要中秋儿 两头来回 只交薛嫂儿走 她娘张事向代安说 哥哥 你到家拜上你大娘 你家姐儿们多 也不稀罕这个使女看首歌 既是与了大姐房里好一下 你姐夫已是收用过了她 你大娘只顾留怎的 代安一面到家 把此话对月娘说了 月娘无言可对 只得把元宵儿打发将来 静记收下 满心欢喜 说道 可怎的也打我这条道而来 正是 饶你间似鬼 吃我洗脚水 按下一头 单说李之县儿子李衙内 自从清明郊外 看见吴月娘 梦玉楼两人一般打扮 生得具有姿色 知识西门庆妻小 衙内有心 爱梦玉楼生得长挑身材 瓜子面皮 模样儿风流俏丽 原来衙内丧偶 官居已久 一向着眉负各处求亲 都不遂意 极见玉楼 便觉动心 但无门可入 为之嫁与不嫁 从为如何 不欺雪鹅原是在官 已知是西门庆家出来的 周旋委屈 在依附案前 将葛范用行严审 追出脏物树木 望其来领 月娘害怕 又不使人见官 衙内失望 因此才将脏物入关 雪鹅关脉 知是衙内谋之于 朗利何不为 竟使官媒婆陶妈妈来西门庆家 访求亲事 许说成此门亲事 免献中打卯 还赏赢无良 这桃妈妈听了 喜欢得挤走如飞 一日到于西门庆门守 来昭正在门首立 只见桃妈妈 向前到了万福 说道 动问管家歌一声 此是西门老爹家 来昭道 你是哪里来的 老爹已下世了 有甚话说 陶妈妈道 累计管家进去秉升 我是本县官媒人 名唤陶妈妈 凤崖内小老爹君宇 吩咐说咱宅内 有位奶奶要嫁人 竟来说亲 那来招贺道 你这婆子 好不尽力 我家老爹没了一年有余 只有两位奶奶守寡 并不嫁人 常言疾风暴雨 不入寡妇之门 你这媒婆 有要没紧 走来胡状顺亲时 还不走快着 惹得后边奶奶知道 一顿好打 那陶妈妈笑道 管家歌 长言观拆立拆 来人不拆 小老爹不识我 我敢来 嫁不嫁 启动进去秉升 我好回话去 来昭道 也罢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你少带片石 等我进去 两位奶奶 一位奶奶有歌 一位奶奶无歌 不知是哪一位奶奶 要嫁人 陶妈妈道 牙内小老爹说 清明那日郊外 曾看见来 市面上 有几点白马子的那位奶奶 来昭听了 走到后边 如此这般告诉月娘说 现中使了个官媒人在外面 倒把月娘吃了一惊 说 我家并没半个子儿蹦出 外边人怎的小的 来昭道 乘在郊外 清明那日见来 说 脸上有几个白马子儿的 月娘便道 莫不梦三姐 也落月里 罗不动人心 忽辣巴要往前进嫁人 正是世间海水之深浅 唯有人心难存量 一面走到御楼房中坐下 便问 孟三娘 奴有见识而来问你 外面有个宝山媒人 说是县中小衙内 清明那日成见你一面 说你要往前进 端帝有此话吗 看官听说 当时没巧不成话 自古因缘着现前 那日郊外 孟玉楼看见 衙内生的一表人物 风流薄浪 两家年甲多香仿佛 又会走马年宫弄剑 彼此两情四目都有意 已在不言之表 但未知 有妻子无妻子 口中不言 心内暗度 男子汉已死 奴身边又无所出 虽故大娘有孩 到明日长大了 可肉而可疼 闪得我树道无音 竹篮而打水 又见月娘 自有了笑歌 心肠改变 不似往时 我不如往前进一步 寻上个夜落归根之处 还只顾傻傻地守些什么 倒霉地耽搁了奴的青春年少 正在四目之间 不想月娘进来说此话 正是清明郊外看见的那个人 心中又是欢喜 又是羞愧 口里虽说 大娘修听人胡说 奴并没此话 不觉把脸来飞红了 正是 含羞对众 羞开口 礼并无言 只问头 月娘说 此事个人心里是 奴也管不得许多 一面叫来招 你请那宝山进来 来招门手换陶妈妈 进到后边见月娘 行毙了礼数 坐下 小丫鬟倒茶吃了 月娘便问 宝山来 有甚事 陶妈妈便道 小媳妇无事不登三宝殿 奉本县正宅衙内吩咐 说贵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 讲说亲事 月娘道 俺家这位娘子嫁人 又没乘船出去 你家衙内怎得知道 陶妈妈道 俺家衙内说来 清明那日 在郊外亲见这位娘子 生得长挑身材 瓜子面皮 脸上有嬉嬉几个白马子 便是这位奶奶 月娘听了 不消说 就是孟三姐了 于是领陶妈妈 到御楼房中民间内坐下 等沟多时 御楼书席打扮出来 陶妈妈到了万福 说道 就是此位奶奶 果然话不虚传 人才出众 盖世无双 堪咳与俺牙内老爹做个正头娘子 御楼笑道 妈妈羞得乱说 且说 你牙内今年多大年纪 元曲过期小没有 房中有人也无 姓甚名水 有官身无官身 从时说来 羞要倒晃 陶妈妈道 天妈 天妈 小媳妇是本县官媒 不比外边没人快说谎 我有一句说一句 并无虚假 俺之县老爹年五十多岁 只生了牙内老爹一人 今年属马的 三十一岁 正月二十三日晨时建生 建座国子建上社 不久就是举人 进士 有满腹文章 宫马属贤 朱子百家 无不通晓 没有大娘子二年光景 房内只有一个从驾驶女答应 又不出众 要寻个娘子当家 竟来宅上说辞亲事 若是咱府上坐镇门亲事 老爹说来 门面拆窑 坟营地土钱粮 一例进行捐免 有人欺负 指明说来 拿到县里 人意扎打 御楼道 你牙内有儿女没有 原籍哪里人是 成孔一时认满 千山万水带去 奴亲都在此处 墨布也要捅他去 陶妈妈道 矮崖内身边 儿花女花没有 好不担静 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 早强县人士 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 他家中田连千墨 罗马成群 人兵无数 走马牌楼 都是府暗明闻 圣旨在上 好不贺药下人 如今娶娘子到家 坐了正房 过后她得了官 娘子便是五花官告 坐七乡车 为命赴夫人 有何不好 这孟玉楼被陶妈妈一席话 说得千恳万恳 一面换蓝香放桌儿 看茶是点心与宝山吃 阴说 宝山 你休怪我叮咛盘问 你这没人们说谎得极多 奴也吃人哄怕了 陶妈妈道 好奶奶 只要一个比一个 清自清 魂自魂 好得带累了歹的 小媳妇并不倒晃 只依本分做梅 奶奶若肯了 写个婚天儿与我 好回小老爹话去 玉楼取了一条大红段子 使戴安娇铺子里附火鸡 写了生十八字 吴月娘便说 你当初原是薛嫂儿说的没 如今还使小私教将薛嫂儿来 两个童拿了贴儿去 说此亲事 才是礼 不多时 使戴安儿叫了薛嫂儿来 见陶妈妈到了万福 当行见当行 拿着贴儿出离西门庆家门 往县中回崖内化去 一个是这里冰人 一个是那头宝山 两张口四十八个崖 这一句管曲说的月里嫂娥 寻配偶 乌山神女嫁相亡 陶妈妈在路上问薛嫂儿 你就是这位娘子的原媒 薛嫂道 便是 陶妈妈问她 原先嫁这里 更是和人家的女儿 嫁这里是女儿 是再婚 这薛嫂儿便一五一十 把西门庆当初从杨家取来的话告诉一遍 因见婚贴儿上写女命三十七岁 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时生 说只怕牙内嫌年纪大些 怎了 她今才三十一岁 倒大六岁 薛嫂道 咱拿了这婚贴儿 交个过路的先生 算看年命 妨碍不妨碍 若是不对 咱瞒她几岁儿 也不算说谎 二人走来 再不见路过响板的先生 只见路南远远的一个挂寺 轻不丈慢 挂着两行大字 子平推贵贱 铁笔盼荣枯 有人来算命 直言不容情 帐子底下 安放一张桌子 里面坐着个能写快算灵先生 这两个没人向前到了万福 先生便让坐下 薛嫂道 有个女命累先生算一算 向秀中 拿出三分命金来 说 不当轻事 先生全且收了 路过不成多代钱来 先生道 请说八字 陶妈妈弟与她婚贴看 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纪 先生道 此时何婚 一百捏纸询文 把操作术摇了一摇 开言说道 这位女命 今年三十七岁了 十一月念七日子时生 甲子月 新卯日 庚子时 离取印寿之格 女命逆行 建在禀身运中 禀和新生 往后大有威权 执掌正堂夫人之命 四柱中 虽夫心多 然是财命 一夫发福 受夫宠爱 这两年并见房客 见过了不成 薛嫂道 已刻过两位夫主了 先生道 若见过 后来好了 薛嫂儿道 她往后有子没有 先生道 自早礼 直到四十一岁 才有一子送老 一生好造化 富贵荣华无比 取笔披下命词四句道 交字不失 将梅太 三接红螺 两化梅 会看马首 生藤日 脱雀银皮 任意 薛嫂问道 先生 如何是会看马首生藤日 脱雀银皮任意 这两句安美不懂 启动先生讲说讲说 先生道 马首者 这位娘子 如今嫁个属马的夫主 才是贵心 享受荣华 银皮是刻过的夫主 是属虎的 虽是宠爱 只是偏方 往后一路功名 直到六十八岁 有一子 寿终 夫妻偕老 两个梅人说道 如今嫁的道果 是个属马的 只怕大了好几岁 配不来 求先生改少两岁才好 先生道 既要改 就改作丁卯三十四岁吧 薛嫂道 三十四岁 与属马的也合得着吗 先生道 钉火耕金 火缝金炼 定成大器 正合得着 当下改作三十四岁 两个拜辞了先生 出离挂寺 静到县中 门子抱入 衙内便换进桃靴二没人 悬磕了头 衙内便问 那个妇人是哪里的 陶妈妈道 是那边没人 因把亲事说成 告诉一遍 说 娘子人才无比的好 只争年纪大些 小媳妇不敢善辩 随牙内老爹遵义 讨了个婚帖在此 于是递上去 李牙内看了 上写着三十四岁 十一月念七日子时生 说道 就大三两岁也罢 薛嫂儿插口道 老爹见的是 自古道 七大两 黄金掌 七大三 黄金山 这位娘子人才出众 性格温柔 诸子百家 当家礼稷 自不必说 衙内道 我已见过 不必再想 只则即日粮食 行茶礼过去就是了 两个没人禀说 小媳妇几时来伺候 牙内道 是不持基持 你两个明日来讨话 往他家说 每个赏了一两银子 坐脚步前 两个没人欢喜出门 不在话下 这里牙内见 亲事已成 喜不自胜 急换狼利和布韦来商议 对父亲 李之县说了 令阴阳生则定 四月初八日行礼 十五日 准取妇人过门 就对出银子来 委托和布韦 小张贤买办茶红酒礼 不必细说 两个没人次日讨了日期 往西门庆家回岳娘 御楼化 正是 因缘本事 钱生定 丞相蓝田 种欲来 四月初八日 县中备办十六盘 耕果茶饼 一副金丝官耳 一副金头面 一条马脑袋 一副叮当七式 金镯银串之类 两件大红宫锦袍耳 四套装花衣服 三十两里钱 其余布卷棉花 共约二十余台 两个没人跟随 狼利和布韦压丹 到西门庆家下了茶 十五日 县中拨了许多快手贤汉来 搬台梦玉楼床杖 嫁妆香楼 岳娘看着 但是她房中之物 尽数都交她带去 原就西门庆在日 把她一张八部彩漆床 陪了大姐 岳娘就把潘金莲房中 那张罗垫床陪了她 玉楼交兰箱跟她过去 留下小鸾与岳娘看歌 岳娘不肯 说 你房中丫头 我怎好留下你的 左右歌儿 有中秋儿 绣春和奶子 也够了 玉楼只留下一对 银回回虎与歌儿耍子 做一念儿 其余都带过去了 到晚西 一顶四人大叫 四对红沙登陆 八个造力跟随来去 玉楼带着金粮官儿 插着满头朱翠 胡朱子 身穿大红通绣袍儿 先辞拜西门庆灵位 然后拜岳娘 岳娘说道 孟三姐 你好狠野 你去了 贴得奴姑令令独自一个 和谁做伴儿 两个携手哭了一回 然后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门 没人替他戴上红螺 削金盖符 抱着金宝瓶 岳娘守寡初步的门 请大姨送亲 送到知县衙里来 满街上人看见说 此事西门大官人第三娘子 嫁了知县相公儿子衙内 今日即日粮食取过门 也有说好的 也有说歹的 说好者 当初西门大官人 怎地为人做人 今日死了 只是他大娘子 守寡正大 有儿子 房中搅不过这许多人来 都交个人前进 甚有张主 有那说歹的 皆谈相义 只说说道 西门庆家小老婆 如今也嫁人了 当初这四在日 专一围天骇礼 贪财好色 奸骗人家妻女 今日死了 老婆带的东西 嫁人的嫁人 拐带的拐带 养汉的养汉 做贼的做贼 都也鸡毛而灵险了 常言三十年远报 而今眼下就报了 旁人纷纷议论不提 且说 孟大姨送亲到县衙内 铺陈床杖停荡 留作酒席来家 李衙内赏薛嫂儿 陶妈妈每人五两银子 一段花红利事 打发出门 至晚 两个成亲 急尽雨水之欢 于飞之乐 到次日 吴月娘送茶完饭 杨姑娘已死 孟大镜子 二镜子 孟大姨 都送茶到县中 衙内这边下回书 请众亲戚女眷 坐三日 眨彩衫 吃言席 都是三院月人妓女 动骨月扮演戏文 吴月娘 那日一满头朱翠 身穿大红通绣袍儿 摆花裙 继蒙金带 坐大叫来衙中 进入后边院落 静俏俏 无个人接应 想起当初 有西门庆在日 姊妹们那样闹热 往人家复习来家 都来相见说话 一条板凳坐不了 如今 并无一个儿了 一面扑着西门庆临床儿 不觉一阵伤心 放声大哭 哭了一回 被丫鬟小玉劝止 正是 平生心事 无人时 只有穿窗 好月之 这里月娘 幽闷不提 却说 李衙内和玉楼两个 女貌郎才 如鱼如水 正合着油瓶盖 每日燕耳新婚 在房中厮守 一步步离 端向玉楼容貌 越看越爱 又见带了两个从嫁丫鬟 一个蓝香 年十八岁 会弹唱 一个小鸾 年十五岁 具有颜色 心中欢喜 没入角处 有失为正 看够女貌 与郎才 天和姻缘 理所该 十二乌山 云与会 两情愿宝 百年邪 原来 衙内房中 仙头娘子丢了一个大丫头 约三十年纪 名幻玉杂尔 专一茶烟抹粉 作怪成精 头上打着盘头扎记 用手贴扇盖 周围乐消金箍儿 甲冲座 标笛 记 身上穿一套怪绿 桥红的裙袄 脚上穿着双波传样四个眼的简绒鞋 约长齿二 在人跟前 轻声浪嗓 坐视拿班 衙内未娶玉楼时 她便逐日顿羹顿饭 殷勤服侍 不说强说 不笑抢笑 何等精神 自从娶过玉楼来 见衙内和她如交似妻 把她不去纠彩 这丫头 就使兴儿起来 一日 衙内在书房中看书 这玉簪儿 在厨下炖了一盏 好果人泡茶 双手用盘儿 拖来书房里 笑嘻嘻掀开莲儿 送与衙内 不想衙内 看了一回书 搭符定书桌 就睡着了 这玉簪儿叫道 爹 谁似奴疼你 炖了这盏好茶儿 与你吃 你家那新娶的娘子 还在被窝里睡得好叫儿 怎不教她那小大姐送斩茶来与你吃 因见衙内打盹 在眼前只顾叫不应 说道 老花子 你黑夜作业 做屎乏了也怎地 大白日里盹瞌睡 起来吃茶 叫衙内醒了 看见是她 喝道 怪臣奴才 把茶放下 与我过一边去 这玉簪儿满脸羞红 使性子把茶丢在桌上 出来说道 好不识人敬重 奴好意用心 大清早晨送斩茶儿来你吃 倒吆喝我起来 常言 丑是家中饱 可喜惹烦恼 我丑 你当初瞎了眼 谁教你要我来 被衙内听见 赶上齿利踢了两靴脚 这玉簪儿登时 把那妇奴连绑的有房梁高 也不茶脸了 也不顿茶了 赶着玉楼 也不叫娘 执你也我也 无人处 一屁股就在玉楼床上坐下 玉楼亦不去理她 她背地又压服蓝香 小鸾说 你休赶着我叫姐 只叫姨娘 我与你娘系大小之分 又说 你指背地叫爸 休对着你爹叫 你每日跟随我行 用心做活 你若不听我说 老娘拿枚敲子请你 后来 几次见衙内不理她 她就撒懒起来 睡到日头半天还不起来 饭儿也不做 地儿也不扫 玉楼吩咐蓝香 小鸾 你休靠玉簪儿了 你二人自去厨下做饭 打发你爹吃罢 这玉簪又气不愤 使性放弃 千家打火 在厨房内打小鸾 骂蓝香 贼小奴才 小银妇儿 对墨也有个先来后道 先由你娘来 先由我来 都是你娘儿们站了罢 不限这个琴儿也罢了 当元先安死的那个娘 也没成师口叫我生育簪儿 你进门几日 就提名道姓叫我 我是你手里使的人也怎爹 你未来时 我和暗爹同床共枕 哪一日不睡到摘时才起来 和我两个如糖半蜜 如蜜角酥油 一般打热 房中是 那些儿不打我手里过 自从你来了 把我蜜罐儿也打碎了 把我姻缘也拆散开了 一年年到我民间 冷清清之板凳打官扑 再不得尝着 俺爹那件东西儿 如今什么滋味了 我这气苦也没处生诉 你当初在西门庆家 也乘坐第三个小老婆来 你小名儿叫玉楼 敢说老娘不知道 你来在俺家 你使我见 大家农着些罢了 会那等桥张志 呼张换礼 谁是你买到的 属你管辖 不知玉楼在房听见 气得发昏 又不好声言对芽内说 一日热天 也是何当有事 惋惜芽内吩咐她除下热水 拿玉盆来房中 要和玉楼洗澡 玉楼便说 你娇兰香热水吧 休要使她 芽内不从 说道 我偏使她 休要惯了这奴才 玉姗儿 见芽内要水 和妇人共玉兰汤 笑雨水之欢 心中正没好气 拿玉盆进房 往地下支一吨 用大锅浇上一锅滚水 指中南南南南说道 也没见这娘淫妇 刁钻古怪 尽害老娘 无故也只是个朗惊笛 没三日不拿水洗 向我与安主子睡 成月也不见点水儿 也不见展污了什么佛雅儿 偏着淫妇会 两番三次雕瞪老娘 直骂出房门来 玉楼听见 也不言语 芽内听了此言 心中大怒 早也洗不成 经几量 她这鞋 向床头取拐子 就要走出来 妇人拦阻住 说道 随她骂吧 你好惹气 只怕热身子出去 风试着你 导致了多的 芽内哪里暗耐得住 说道 你休管 这奴才无礼 向前一把手踩住她头发 拖她在地下 轮起拐子 雨点打僵下来 饶玉楼在旁劝着 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 打得这丫头急了 跪在地下告说 爹 你休打我 我想爹 也看不上我在家里了 情愿卖了我爸 芽内听了 一发恼怒起来 又狠了几下 芽楼劝道 她既要出去 你不消打 倒霉地气了你 芽内随令办当 时时叫江桃妈妈来 把玉簪儿领出去 便卖银子来交 不在话下 正是 蚊虫遭山打 只为嘴伤人 有失为证 拜秦提后 人皆喜 唯有鸭鸣 是若和 见者多言 闻者拓 只为人前 口嘴多 金平梅 第九十一回 孟玉楼 爱嫁李牙内 李牙内 怒打玉簪儿 悠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